学前去术师还在这样的练习啊 这样的练习呢 不仅没有效果 还会伤我们的后腰 那怎样去做才是正确的呢 记得收藏起来 每天跟练 首先呢我们脚打开一点 或并拢都可以 指尖呢指向正前方 在这里如果你觉得很紧 向下去手梦到脚 我们正确的应该微屈膝 臀往后 看看腹收一点 让身体呢去贴向双腿 说我在这个位置好像也下不去 那我再蹲一点 好手摸到脚跟或小腿后侧都可以 轻轻的低头放轻松 但在这样的练习当中一定要站稳 好随习起我们移上移下 就是能伸到哪里 我们就伸直到哪里 不勉强自己 每天都可以这样的去练习 好停下来之后我们做20次左右 最后一次呢看看尝试 能不能再向上提高 说我只能提到这个位置了 好 就在这个位置 腹收 如果经过坐前去你腰痛 一定要把肚子收一点点 好往上保持呼吸 5到10秒钟都行 如果您还可以的话 来继续 向上提 到最后呢 说我们整个腿都能伸直 腹还能贴腿 那您一定要注意了 膝关节如果有紧张不舒服 就一定要把膝盖窝这里 放轻松一点 不要绷得太直 因为每个人的腿形不一样 有的人会超伸 有的人就不会 所以说看自己 出现不舒服了 就去练习 说没有 那我们继续 向前向下 赶紧坐起来吧